到底能够到什么样的时间点 回到这个现实 Rap我的成年礼在这里继续 信义区成年礼活动今年发挥创意 特别邀请老师现场教学 指导青少年朋友来Rap我的成年宣言 信义区区长陈冠霖说 追求创新是信义区的一大特色 因此首度尝试以Rap来进行成年礼 邀请青少年朋友一起来学习体验 那这一次其实我们同仁 因为蛮年轻的 他们就有一个发想 就说我们来搞一个跟那个 比较贴近年轻人的 不要像传统我们也许用古礼啊 用什么的 那所以今年他们就把主轴定为 用Rap唱出我的成年宣言 那刚开始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也吓一跳 就觉得哇这个会不会太难了 但是他们就跟我说 不会这个老师很会带 他说基本上你只要有嘴巴 你就可以唱出Rap来这样子 那我们想这也是蛮酷的一件事 就是我觉得现在蛮多年轻人 也看到蛮多年轻人是个Rapper 那他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用创作的方式 把自己的这个转大人的这个心境啊 还有一些态度或期许 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也觉得很乐见其成 信义区 我们一直是一个非常勇于创新啦 所以我们其实以前玩过东西 我们就每一年都会想说 我们来玩点新的东西好了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 敢来创 来尝试这个用Rap来唱出这个成年宣言 在这里我们能不能不那么复杂 成长的过程到底代表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Why am I here Yeah am I'm a song 我在这里唱的这首歌 指导老师先上课传授技巧 参加成年里的青少年朋友 一一写下自己的成年宣言 分组上台展现学习成果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Are you ready Let's go 从成功高中到北大财政 财政要成功 发现我已二十二了 明年要考研究所 但现在还在研究所 又偷了一个小仔的梗 一个八它又被我混过去 成长的意义在我生活逐渐看清 从踏入校园那刻起 二二三四一二二二三三一二二二三四一一二二二 踏入校园那刻起 18岁的那天起 分首后的那天起 我一直寻找我自己 今天参加成年里 久违挑战拿起笔 诶 这位逍遥徒立言老师 要站好 希望你把上面念完 大家都会喜欢 没有关系 只要把上面念完 这件事情不念完不会完蛋 二二三四 既是念歌 一起你的牌子 老師不爽,說他看不懂 但我更不爽,因為他根本就不懂 我就叫方識別系統 我就白目,我爽古特 在這無趣的世界,我想再給大家歡樂 我今天是第一次接觸 好玩的地方就是可以創作饒舌 好玩的地方就是 可以表達自己想要唱的歌詞 還有自己個人一些生活都可以 困難就是歌詞要自己想 困難點就是要想押韻那些 但是很好玩的話就是 剛才有聽到Rap,女生唱Rap 我覺得很有趣,可以學到很多 你就讓大家親身可以體驗 所以我們就用現場參與者 他隨手寫的歌詞跟關鍵字 然後我就直接拿起來帶領他們 用Long Do 然後配合現代放的音樂的方式 就告訴他說 你其實只要會發出聲音 對這個拍子去講話 其實你就可以去達到創作 這個基本的入門這樣子 因為其實也是第一次有這樣子的邀約 那我們也發現 這樣的音樂在饒舌 其實也是比較鼓勵大家說出自己的 一種音樂的樂種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因為 我們剛剛也發現 有很多學生一開始是很害羞 然後接下來他開始敢講出一句 然後他的同儕就會 開始比較活絡這個氣氛 所以就讓大家發現說 你做得到 那我是不是應該也跟你差不多 我應該也可以做到差不多的等級 就會反而會有一種良性競爭的感覺 所以一開始的狀況 其實我們在後面發現是透過同儕去互動 讓他最後可以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循環這樣 因為是第一次接觸Rap 不少參加李生上台發表時難免緊張 但卻也親自實踐了勇於挑戰的精神 信義區區長說 同學們的勇氣與精神 讓他佩服又感動 然後我突然就想到 其實我在各位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是不敢上台的 然後一上台呢 其實那個聲音都在抖 我還記得我有一次被抓去臨時頂替 去參加一個什麼演講比賽 然後我在台上待了 就把那個時間三分鐘吧 待完 然後下來我全身都是濕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敬佩各位 在這個年紀有勇氣突破這個框架 站到這個舞台上面來 而且我看你們還甚至有的 已經可以唱出自己的成長宣言 雖然有個人看得出來是很緊張 但是這個真的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我覺得 各位今天願意給自己一個突破框架 接受挑戰的機會 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值得各位給自己一個用力的掌聲 真的 謝謝各位 謝謝 新義區公所也特別將現場影片錄製下來 送給里生們作為自己邁向成年的禮物 也希望初次挑戰Rap的經驗 讓青少年朋友的成年裡留下滿滿的回憶 未來不管面對什麼風浪 都能夠自信勇敢 迎向挑戰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就能夠省不見讓青少年表達 當時地 пад著 昨天前過去 三紀細亦 想說 總重臨 在當時 最新能 pharmac的 另外 由 numer